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 《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 所带来的最新时事观点评论 李祝华观点 校园枪响 UNLV校园枪声响起 凶手枪杀教员最无可恕 正当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 UNLV的学生们正准备期末考试之际 突然枪声响起 一名枪手枪杀了该校三位无辜的教员 其中包括一位来自台湾的教授张家珍 根据警方调查 已身亡的枪手是一位67岁落魄失业的教育人员 他曾四处求职碰壁 家境一贫如洗 近来频频向内华达州高等教育机构应征职务 他在发案前曾赴邮局 向全美多位大学人员寄出22封信件 但都没有附上回邮的地址 突然发生这样的悲剧 关于枪支控制和心理健康的争议 又一次浮出水面 不论人们在这场辩论中持有何种立场 一桩又一桩大规模杀戮的枪击案 正受到更深层次的探讨 美国最震撼人心的大学校园枪击案发生在2007年的维吉尼亚理工大学 在那几悲剧中一名韩裔学生杀害了32人 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 此中枪击案对全国造成深远的影响 引发了对校园安全心理健康服务和枪支管制政策的广泛讨论 促使许多学校加强了安全措施 并提高了对潜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 而那场悲剧也成为枪支控制辩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对美国社会的枪支政策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近两年美国的大学校园并不平静 维基尼亚大学 德州普雷里维尤农工大学 密西根州立大学和里奇蒙大学都先后发生了枪击案 这些事件中有的发生在学生和教职员较为密集的地方 比如教学楼和学生联合会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深远的心理创伤 这些枪击事件不仅揭示了校园安全的重大隐患 也引发了关于枪支控制的广泛讨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事件对受害者 其家属 以及整个校园社区造成的长期影响 学生和教职员在面对这样的危机时 展现出的勇气和团结精神 以及在事件后社区的恢复力和互助精神 是这些悲剧中的重要一面 而这些事件也引发了对于学术界安全的重新思考 学校和大学作为知识和学习的殿堂 理应是开放和安全的空间 然而这些枪击案凸显了教育机构在安全措施上 可能存在的漏洞 以及需要对潜在威胁进行更有效的评估和预防 这一次UNLV校园的枪击案再一次揭示了关于枪支管控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广泛讨论 如何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同时 有效的防止此类悲剧的再一次发生呢 这不仅是法律和政策的问题 也是社会文化和教育的挑战 枪击事件本身再一次凸显了美国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 这提醒我们需要持续关注和改善这些方面 以防止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更多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内浮出水面 目前我们的思念与受害者及其亲人同在 与UNLV的家庭、家长、学生、员工、教职员工 共同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创伤 拉斯维加斯在10月7号的枪击案件后 以同情力量、恢复力和共同悲惨带来的 加强社区感应对 我们必须再次团结起来 这不仅是对失去生命的人的哀悼 也是对社会的反思 这是一次提醒我们 必须努力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并寻求解决这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方法 我们必须再次发生了